记者年香晚台北报道,温申豪今迎接40岁生日,在跨国影集双城故事拍摄中度过,导演叶天伦,曾佩玉惊喜送上蛋糕替他庆生,却忘了准备蜡烛,叶天伦夺了将近20分钟,等到蜡烛送到才惊喜现身。 温申豪开心透露,出门工作前女儿给他一个大拥抱,甜喊爸比,生日快乐,对他而言就是最好的40岁大礼。 温申豪透露,很意外剧组帮他庆生,彼此就好像家人一样,感受到满满祝福,叶天伦则称赞温申豪相当用功,在剧组见到没看过的摆设道具,还会上网找答案,传简讯帮忙解惑。 而进入不惑之年,他也感性抒发心情,人生需要的不多,想要的却很多,烦恼生时格外痛苦难眠,期待自己扫去无谓的忧愁,莫名的困扰,审殿再审殿,待他日重新绽放,芬芳自艺。 温申豪40岁生日,在拍摄双城故事中度过,青赖影视提供温申豪过40岁生日,双城故事合作演员曾沛宇, 又送上生日蛋糕,青赖影视提供。